嗨大家好我是Elisa 我現在人在台北的新家 沒有錯我又搬家了 因為我之前是租套房 然後我老公來台灣之後我們發現 兩個人真的太擠了 所以我們就後來又找了一個 兩房一廳的公寓 我等一下就是會帶你們開箱一下這個公寓 我跟我老公住到目前為止都很喜歡 地點也非常好 走路到捷運站一樣是不到兩分鐘 好那我今天 除了要來開箱我的新家之外 我還要來開箱新的禮物 就是我有收到六款不同的水晶球 所以我想說可以用這些水晶球 順便來裝飾一下我家 這次的影片開箱到最後還有抽獎活動 所以記得要把影片看到最後 他們家的產品走的是精緻高級的路線 就是藝術品 甚至是連國際知名的連鎖咖啡店的水晶球 也是出自於戰兒之手 戰兒的水晶球也是全世界製造的第一名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的可以稱之為台灣之光 首先第一款他們的明星商品 太漂亮了 這是Tiffany蘭的旋轉木馬音樂水晶球 我老天啊真的太美了 這個如果自己買我會捨不得送人 音樂盒發條轉動的時候 水晶球裡面的亮片就會跟著天空之城的音樂 一起被帶動旋轉 整個就是少女心會瞬間噴發 超級浪漫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適合拿來當作親人節禮物 或是婚禮的禮物來贈送 你們如果看到食品的話應該會覺得更精緻 好那接下來第二款是小王子 小王子的故事 它裡面有一句話說 所有的大人都曾經是小孩 但只有少數人記得 我覺得不管你長多大還是要有一顆刺子之心 是不是很可愛 它是搭配玫瑰人生的音樂 然後還有微微發光的星球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療癒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不管是大人或小孩應該都會很喜歡 接下來第三款 拿到的時候沒有想到它會這麼大 我覺得這個當禮物來送真的是很有分量 很有面子 我的心要融化了 再來第三款是讚爾跟三立歐聯名的美樂蒂小小世界 它重點是這一隻很大型的美樂蒂 其實我們家的女生都算是三立歐迷 像我媽媽就特別愛Hello Kitty 她只要看到Hello Kitty的東西她就無法抗拒 那像我妹妹她就特別愛美樂蒂 這個美樂蒂 她的水晶球裡面就是也有些微的亮片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適合當上班族的療癒小物 或者是居家裝飾真的也很適合 然後她背後是這樣 看她的那個細節真的做得很精緻 像裡面那個雕花 也是完全不馬虎耶 啊她本人太可愛了 那接下來我要開箱第四到第六款是比較小型的水晶球 她有好幾種三立歐的卡通人物可以選擇 每一個都超可愛的 她就是手掌大小而已 然後我覺得拿來當作一般的生日禮物或是交換禮物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那下面這三款迷你水晶球都是Hello Kitty系列的迷你掌心大小的 然後裡面一樣就是有亮片 再一次給你們看她的細節 因為像一般那種比較便宜的水晶球 他們的字可能就會糊掉啊 但這個完全都沒有 這個我媽看到會瘋掉 那最後是廠商要提供給觀眾三建築的迷你水晶球要讓你們抽獎 這個我也非常喜歡 這是台灣限定的小吃三建築 那有迷猴乳肉飯 梅花露小籠包 最後還有黑熊牛肉麵 我覺得特別適合拿來送國外的友人 像我婆婆她自己也蠻喜歡收到水晶球的 所以或是像我住國外放幾個代表台灣的裝飾我覺得也非常的棒 那如果你們想要獲得這個超萌水晶球組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這個影片 並且留言說我要抽 臺灣小吃水晶球三建築 一週後我就會抽出幸運的得主 他是一組三建一起送 所以就是只會抽出一個人 那最後就是如果你們想要購買的話 使用我的折扣碼 消費滿1000元以上就可以折抵100塊錢 那我會把相關的折扣碼、抽獎 還有他們的官網連結都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這就是我剛剛開的所有水晶球 我特別喜歡你們的台灣的食物 發現你們也有那個動物 你們的動物 我覺得這是完美的一個禮物給我媽媽 還是給別的德國人 介紹一下你們台灣的食物 然後台灣的動物我覺得他們會非常愛 可是我也很喜歡 Le Petit Prince 小王子 對我來說這個很有感覺 可是最喜歡的台灣的 這兩個都有陰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媽媽會愛這個 因為她很愛這個有陰餘的東西 那到時候就是要送媽媽 我要送媽媽 那現在就是已經開箱完所有的水晶球了 接著就是要來開箱我們家 然後順便用這些水晶球來裝飾 好OK我們現在來開箱我們的新家 那首先先從客廳開始好了 跟廚房 那這邊是我們的大門 我們還特別又去IKEA買了這個門後掛鉤 然後可以看一下進來這邊的玄關 就是有一個置物櫃跟鞋櫃 對我們鞋子其實沒有放很多 幾雙而已 旁邊這裡其實我有放一個就是開放式的鞋櫃 就是放一些比較長穿的鞋子啊 還有拖鞋之類的 這在IKEA買的上次很多人問我 真的很好用 基本上客廳沙發旁邊這有一個茶几 這是我們的充電區 我們基本上會在這邊充手機啊 什麼行動電源有的沒的 我們沙發比我們上一個套房大很多 晚上看Netflix啊或電影超級舒服 我還特別放了一個毛毯在旁邊 這邊也有附一個桌子 然後它一樣是兩層下面還可以放東西 過來這邊還有附電視 還有它這個電視櫃也是它本來就附的 也是蠻大的 然後下面我也是有去買這個 這個盒子 這真的超好用 現在我家四處都是這個盒子 然後這個剛剛那個鞋架這邊也可以使用 它的用途還蠻廣的 然後它這邊也有附第四台跟網路 但是因為它的網路測試就是非常的慢 所以我們另外自己還去申請網路 對所以就是要額外付錢 通常那種空屋兩房以上的房子 它都不會附電視跟網路 但是這邊有附 所以我覺得屋主蠻佛心的 而且我們的租金 比之前那套房才貴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這邊是我老公的電動 這就是我們自己的了 他自己從德國帶來的 好那接下來這邊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我們就放了一個三層櫃在這邊 然後我的行李箱就先卡在這邊 但其實我們等一下帶你去看工作室 裡面空間蠻多的 它非常多櫃子 所以我箱子其實也可以放裡面 那再來是廚房的部分 這是冰箱也是屋主附的 比我們之前的那一台大很多 那這是我剛剛放的水晶球 你不覺得在這邊很適合嗎 超級可愛的 我去沖繩買了這個布 因為它很輕 然後很怕它會飛走什麼的 就剛好可以拿這個水晶球壓住 然後又很可愛 我覺得超大的很配 這是牛肉麵嗎 這是牛肉麵 小籠包跟滷肉飯 什麼東西我很喜歡吃 對 好那接下來看廚房的部分 廚房也是比我們之前的大很多 它真的大很多 而且它上面櫃子很多 可以看一下上面的櫃子 基本上這個櫃子都是真的可以放東西的 而且它裡面空間非常的多 我就放一些零食 這邊全部都是我們的零食 原本套房的櫃子 放這兩個就幾乎滿了 但這邊還有更多空間 然後這邊的東西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帶過來的 還有電鍋 什麼碗盤都是我自己帶來的 然後這邊還有抽油煙機 它這裡本身就有電磁爐了 但它這邊下面其實就是假抽屜 只有其中一個是真抽屜 下面這裡也有櫃子 你看超多櫃子 這邊也都是櫃子 然後都還是空的 我都還沒放東西 然後這邊的櫃子很深 可以放超多的那種長的袋子 我們的房間 它是用拉門的設計 比較不佔空間 然後它下面連地板也都是用木頭的 所以就非常的溫暖很舒服 我的梳妝台 基本上這就是我的區域 因為另外一間房間 完全是給我老公使用的 就是他當工作室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化妝啊 還有我剪片工作的地方 然後很棒的是它裡面這裡還可以打開 然後這邊還可以放東西 然後這邊還可以開燈 我在化妝的時候就很方便 那下面就有兩個抽屜 我可以放一些雜物 然後這個椅子 我後來才發現它是可以翻開的 裡面還可以放東西 然後門後這邊也有一些掛鉤 所以我也放了一些我的包包 客廳還有房間 它都有各放了一台冷氣 衣櫃的部分 比我們之前的大超多 而且我們這兩間房間都有衣櫃 它上下都有置物空間 下面有抽屜 我還要再去多買幾個IKEA這種收納盒 很好用 那另外一邊也是非常大 我就可以放一些被子什麼的 衣櫃真的是大到我的衣櫃 現在還是很空耶 那再來就是窗戶 非常大面的窗戶 所以採光非常的好 它外面就是有那個鏈子 它都幫你裝好了 所以我衣服都曬在外面 然後這窗戶也是它原本就附的 屋主本身是還算蠻有品味的一位太太吧 就是不管是家裡的擺飾什麼的都弄得非常好 然後它用的電器也都是比較大品牌的 所以我也比較安心 這邊是我們的窗 對 我們又把那個EMMA床墊也帶來新家了 它是可以壓縮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住的地方 外面的樓梯間非常狹窄 所以就是如果我是一般的那種床 要上下搬運的話會非常麻煩 很難搬 我剛剛才換床單 我真的覺得它換床單很方便 比一般傳統的那種床墊 因為它就是很好移動 然後它又有把手可以拉 所以我自己要換的話也非常的輕鬆 它兩邊其實都有床頭櫃 我們一人一個 然後兩邊都有插座 那床頭這邊我就是會放一些我可能睡覺前要用的東西 那接下來來看廁所 這間廁所是我們這間公寓唯一的一間廁所 也是唯一一個這間公寓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因為這個廁所它不是乾濕分離 所以我自己就是掛了這個浴簾上去 但是它的洗衣機非常大台 所以一次可以洗比較多衣服 這邊是使用熱水器 所以比較耗電 洗手台就簡簡單單的 那接下來去看我老公的工作室 這個工作室 它其實也是第二間房間 它也非常多置物空間 你看它的櫃子 進來 這邊就是我老公他自己去IKEA買的櫃子 這兩個都是 對 因為我老公他是做VR的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跟VR有關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辦公桌 原則上這個大概就是一個單人房的空間 剛剛好拿來做工作室 這邊一樣就是有衣櫃 那我就是放一些穿過但是還沒有髒的衣服 所以就兩邊剛好可以區分一下 上面的櫃子就可以放行李箱 你看它多大 它可以放進我們最大的行李箱 然後另外一邊也可以放 我還沒放進去 然後這邊其實也有一個化妝台 對 梳妝台 基本上工作室就小小的一間而已 那我現在就是會陸續 再把水晶球放到適合的地方 然後我放房間 因為我想到一個地方很適合 就是這個洞 你看剛剛好 真的很可愛 這邊就是我的空間 因為我都是睡這一邊 那這個是小王子 那就放我老公那一邊 太可愛了太療癒了 這邊 這個最美的 我想說可以放在這邊 細節什麼的 超級美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適合拿來送人 我還沒有想說我可以放哪裡 但我可能就是放一些在我的房間裡面 可以放這邊 暫時先放著 然後上面也可以放 你看它很多小櫃子 剛剛好 那這三個我可能就先放客廳這邊 到時候我可能就是再看要送給誰 我覺得看了這些水晶球 就是每天都會很開心 那基本上這就是我們 新搬進來的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那如果想要抽水晶球的話 記得就是在底下的資訊欄 我會放上抽獎的辦法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掰掰